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1号引约和伊朗代外长巴盖里通电话 王毅表示 中方支持一方依法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 支持一方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王毅在通话中说 伊朗是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国家 中一是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在中东事务上一贯主持公道正义 支持各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爱杀行为 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尊严 直接破坏加沙停火谈判进程 冲击地区和平稳定 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应形成合力 为尽快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创造条件 巴盖里表示 感谢中方秉承公正立场 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协调 赋予一中关系更丰富的战略内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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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